现在讲到这一讲讲到担当 保罗在这里五节里面讲到两个担当 这两个担当有的人会觉得有点矛盾 到底是怎么来了解比较好 今天的圣经我们来看再看一遍的话 有几个重点我们要一起来想 他说弟兄们这个人偶然被过患所剩 属灵人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就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这样子就完全基督的律法 人如果没有自己以为有自欺 个人应当财用自己的行为 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 个人担自己的担子 所以注意看到这里有两个担子 有两个担当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偶然被过患所剩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被过患所剩 这个中文翻得不太好 当有一个人被过患所剩的时候 一些比较成熟的人 一些属灵的人 他要注意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温柔 第二件事情是挽回 第三件事情是小心或是警醒 这个等一下我再详加解释 然后说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在帮他担当这个重担 这个偶然被过患所剩的重担 你就帮他担当 重担要互相担当 可是结论又说要担自己的担子 到底这个担子是要让别人帮忙呢 还是要自己担呢 怎么去了解他才对 那首先呢 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如果你要当飞机的时候 突然那个飞机小姐宣告说 我们的飞机有点问题 那个压力有在下降 那个仓压在下降 出了问题 那马上你上面的那个氧气罩就掉下来 你带一个小孩子很小 请问你 你要先帮小孩子弄氧气罩 还是先帮自己弄氧气罩 哪样做才有爱心 帮小孩还是帮自己 当然要帮自己啦 因为你自己没有的话 你就分过去 你就不能帮小孩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原则 或是说 如果船快要沉了 你赶快帮你的小孩穿救生衣 还是你自己先穿 你自己要先穿 你来的那个意思吗 你自己要生保命啊 你自己都顾不了 你都顾不了别人 这是一个大原则 就是说 当飞机有问题的时候 他一定会跟你讲 如果你有到飞机 他一定会跟你解释说 请你自己先把氧气罩照好 然后再帮隔壁 不会弄的 你帮他弄 这个大原则很好玩 这个大原则就是说 自己的问题自己先处理 知道吗 所以这两节 其实第五节比较重要 自己的单子 自己要担当 自己的单子要担当以后 别人担不了的你才帮他担 了解那个意思吗 不然如果没有后面这一句 好吧 那我有问题 你要帮我当啊 你要帮我当啊 自己就不当了 自己两个脚就说起来 那这样不对 所以这个大前提是 自己的责任 自己该负责的 自己要先负责 然后自己能负责以后 还有力量 别人没有办法的 你帮他的忙 可是要记得一点 你帮他忙不能帮到 他自己要负责的 他不负责 那这个就不对了 知道吗 那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bundering 很多家庭 很多父母 或是夫妻之间出了问题 都是在爱的上面 这个了解不对 背方有他该负责的责任 你帮他扛到底了 所以那个自己该担当的 不是没有担当 那就用互相担当的 这样的一个理由 把他该负责的责任 把他拿掉了 这是不对的 这个在现在的不照圣经 那我们等一下 我要再更详细讲 那是什么意思 那毕业生呢 我们这个礼拜三里 有请他们吃饭 那个时候呢 我跟他们讲一句小小的话 这一句我再问你们 你们讲一讲 毕业生很聪明 他们马上想到 那个 毕业就像 耶稣 耶稣学生要毕业的时候 他说 就像呢 养入狼群 所以不是什么好快乐的事情 你看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 跑到一群狼当中 结局是什么 一个无辜的小女孩 被一群狼包围 结果会怎么样 羊就被狼什么 吃掉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叫做狼伤羊 诶 好像刚才有弄到那个外调了 没关系 这个羊就被狼伤了 如果没有被他吃掉 但是如果羊够聪明的话 你知道吗 他会变成狼 因为这个社会上的狼 都是羊变成的 你知道吗 因为本来每一个人都是学生啊 到社会以后 不晓得怎么样 就突然就变成狼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羊掉到狼群里有两个可能的命运 第一个是被狼吃掉 第二个是他本身变成狼 他为了不要让被狼吃掉 他本身变成狼 不知不觉的哦 变成狼了 好 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人 你看到一个被狼伤的羊 或者你看到一个变成狼的羊 你比较会帮助哪一个 你会帮助被伤的那个 还是帮助那个伤人的那个 那个快要变狼的那个羊 哪一个比较重要 这个回去想一想哦 有时候一般来讲 我们的反应是我们就帮助这个受伤的 可是 这一只你帮他的话 受伤的就少了 对不对 这都是伤人的 那你怎么帮助这个伤人的 这是这一次保罗在讲的 当有人偶然被过患所剩 他已经快要变成狼的样子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他说 哎 那是他的事啊 他自己要悔改 他不悔改 我不管他 我去帮助那个被他伤害的 好 发生一个人 他开始快要变成狼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这是今天圣经我们要学习的 好 那么这个 今天就声音特别好 所以这个叫什么 两只手红红的被抓到了 这个英文叫做Cock Red Handed 这是要解释这一节圣经哦 这个圣经说 偶然被过患所剩 这个所剩 如果你直接看中文会说 哎呀 他不小心就是 就是跌倒了嘛 就是被引诱犯罪 这是偶然 好像赵建民一样 就是偶然被过患所剩 是这样子吗 其实 那一句 翻中文翻这样 翻得不太好 这个要设到翻译 翻译的问题 你去看英文圣经有两个翻译 一个叫Overtaken 那这个Overtaken你翻成所剩还可以啦 这个是新定本 英文新定本 英国的那个King James Version它这样翻 可是美国新版本呢 它就叫Cock Cock 被逮到 知道吗 那我去查希腊文啊 这个字的希腊文叫 Floramano Floramano的意思就是 现场就逮 所以这个翻译就是说 如果你发现有人 正在搞坏事被你抓到 那你了解那个意思吗 哦这个意思就更清楚了 这不是偶尔犯错 这是被逮到的 这个是现行犯 这是再怎么讲都没办法 他正在做坏事的时候 就被你发现了 你碰到这种人 你要怎么办 你会怎么处理 那圣经有一个明显的例子 有一个不幸的女人 在做坏事的时候 就现场被逮到 你知道法律赛人怎么处理吗 所有做妈妈的 你现场逮到你的孩子 正在做坏事 你怎么处理 大骂一遍对不对 不打算不错啦 你怎么处理 马上骂他谴责定罪 你给我逮到了 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你怎么怎么 对不对 这是法律赛人的法律赛人 所以我们很法律赛 你仔细讲一讲 不管是老婆 当场逮到老公在做坏事 还是老妈是当场逮到小子 在做坏事 不管什么坏事 给你逮个正早的时候 你的马上的反应是 马上说 你还有什么话讲 这一次 这有逮到的 对不对 这个叫做谴责定罪 denouncement 都是你不对 这个是你没有话讲吧 那法律赛人 很直觉的反应的处理是说 摩西吩咐我们 石头打死 你说怎么样 那耶稣同意他们 就说要处理啊 把他打死啊 那耶稣很奇怪 耶稣却在地上画字 耶稣没有同意他们的做法 第二种做法 一个人被逮到了 可是呢 你发现逮到他们 是你好像跟你有一点牵连 所以你第二个动作 就不是大骂 赶快憋轻 对不对 跟我们没有关系 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是第二个反应 对不对 因为那个事情 当场被逮到了 可是 好像恐人家会牵到你身上 我们就赶快憋轻 那这是比拉多的做法 比拉多的脸盆是世界有名的 知道吗 比拉多的脸盆 它是世界有名的 因为 当人家逼他 他是法官 要他把耶稣定罪 他没办法 都是想一个奇怪的方法 还有那种法官当场洗手的 叫金盆洗手 我把脸盆拿来 是我不判他罪 是你们遇到他 好 跟我无关 这个 这个叫憋轻 留这一人的血 退不在我 是你们胡搞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 他用这样的把自己卸着 这个丸尼尔也不是比拉多发明的 发明这个丸尼尔的人是我们的老祖宗 那个叫亚当勒 当他被逮到的时候 是那个女人 这个很聪明 是那个女人 所以呢 我们也常常玩这个把戏 在所有家庭里面 婚姻啊 家庭 你看看 碰到事情了 有一件坏事发生了 我们如果不是赶快谴责看谁 谁做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赶快说 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不愿意承担 我们不愿意去担当这件事情 怎么把它弄好 很少人愿意这样做 耶稣是愿意这样做 耶稣是温柔挽回 耶稣对这个当场被逮到的女人 他的反应很简单 他说我不定你的罪 去吧 不要再犯罪了 哎呀 这句话耶稣有没有定他的罪 有啊 没有定他的罪 怎么叫做不要再犯罪 再这个再就是代表你有犯罪 可是耶稣第一句来讲说 我不定你的罪 虽然你有罪 这很重要 很多人已经发现不对 你跟他讲就是 严厉谴责也不好 如果解释太多就是 跌清也不好 那干脆就不讲话 很多就采取这样的态度 我就不讲可以吧 我不批评你吧 这样也不对 因为他其实是有不对 对不对 那当然被你逮到 你怎么处理呢 温柔的把他挽回 温柔的部分 是什么部分 挽回的部分是什么部分 待会我会再详细讲 这很有意思哦 说爱 就是碰到对方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表现出爱来 好 这样的重担 一个人犯错所留下的重担 你怎么跟他分担 这个担当叫做sharing 分担 跟他帮他扛 你怎么帮他扛 刚才我给你三个字 有没有 一个叫温柔 一个叫挽回 一个叫小心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当你要说他不对的时候 要像这个妈妈这样子 笑眯眯的讲 你笑得出来吗 这个叫温柔 不是这样 这个叫 gentle 但是呢 要confirm 不是温柔 然后就不讲 要面对 叫那个人 要去面对他那个不对 但是你的态度上 是不会让他觉得很危险 那个是要学习的 因为有一个人 当他做不对的事 你当场被逮到 常常是恼羞成怒 会不会 会很急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如果你再加上去的话 他就暴跳起来 那就反而对你变 所以达不到目的 你要他挽回 就挽不回啦 大家在那边找理由 找借口 对不对 所以他说 如果你柔和的话 那个恼羞成怒的怒会笑一点 他还有可能去面对 他说你温柔来劝他的话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这个很有意思哦 所以那个态度的问题 并不是要不要讲 一定要讲 问题是怎么讲 这是温柔 挽回 我要解释挽回 当你不小心小孩子跑来跑去 跌倒啦 你看过X光碰吗 这个叫什么 骨折啦 好 这个骨折啦 被送到医院去呱呱叫呢 急诊处的医生来啦 他想要把这个呢 把它弄回去 应该怎么弄 还是应该这样 然后看他叫得很大声就停一下 你知道那个叫温柔的挽回吗 挽回就是说他已经断掉的部分 你要把它弄回去 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弄回去 对不对 弄回去他才会好啊 那个已经骨折已经一味的受伤啊 挽回的意思就是loving restoration 我要讲这个挽回restoration 就是要把它弄回去知道吗 弄回到原来的位置 可是呢要很轻啊 英文挽回啊 用这一个字 有两个意思 一个叫bending bending就是修复 bending什么 bending那个broken bone 破掉的骨头 断掉的骨头 怎么把它弄好 那个挽回 就是让它回来啊 这个必须要很细心啊 不要把它搞得痛死了齁 小小心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可以把它弄回去 就得医治 这是关于医治的事情 第二个挽回的意思 挽回的意思 是bending broken bone 这个翻成台语叫做破破亡 了解吗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断掉的骨头 你怎么把它复位 一个是破掉的王 你怎么把它补齊 已经broken 已经破掉了 当一个人做错事情 他跟上帝的关系 他跟人的关系 跟自己的关系 都破掉了 你怎么帮他 把它堵起来 让他可以重新来过 那个堵那个王 你知道如果像那个鱼王啊 这样子搞啊 要 不是要 要很有耐心啊 我们说帕西杆知道吗 那理不清楚啊 我问你没有学过红衣服 衣服破了一个洞 我跟我妈妈学的 那个很奇怪 他就是 一针一针慢慢缝 缝到看起来好像贴一块杜在那边 如果我没有跟我妈妈学 大概我会把他整个把它 把他 把他拉起来 然后打一个结 这样就补好了嘛 那就 那就结一个疤 就长一个疤在那边 对不对 那么就是要细心啊 你要知道哪一条线是对哪一条线 那从哪一条拉到哪一条 慢慢把它补到很好 这个是 bending 我跟内 所以呢 要挽回有两个 一个是很细心 一个是有耐心 圣经这里说 到那一天呢 我要堵住破口 那个帐幕已经破掉了 我要把他堵住 就是要把他重新来过 一个已经犯错的人 已经夸他变狼的人 你怎么让他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怎么帮他堵起来 那这里呢 就想到我们哪一首歌啊 这个我不能用国语了 这个是台语吧 对不对 那这首歌其实是 台湾的tone 你知道台湾的tone吗 李林秋先生写的 王云峰曲的 1948年一写出来就被禁唱 禁唱了30年 到了1977年才解禁 那也许你会唱吧 290年才高点 1,890年 他也讨论 以别的午餐 他指定 我指定 神 人定 wahr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多方 也就是半半 我不知道你知道它的背景嗎? 它這個希望就是漁王 它就用很多這種雙... 這個要台語才會了解 希望就是漁王 有好多好多這樣的字 它這個歌裡面就是說 破掉的王代表沒有希望 一個做錯事情的人 他跟很多人的關係已經破掉了 他覺得絕望的時候 你怎麼幫他挽回 怎麼讓他再重新有希望 這是愛的表現 然後第三個就是要小心 當你真的是很溫柔的讓他面對 很小心的把他挽回的時候 你還有一點小心 因為你做的實在太棒了 你的尾巴就會翹起來 這樣了解嗎? 你真的是太有愛心了 你就會覺得自己了不起 覺得自己真的很棒 結果你就自己掉下去了 所以保羅第三個勸告是說 你要小心 當你在這樣愛心去幫助一個人的時候 你要記得自己 其實你沒有比他好到哪去 很多人其實所犯的錯事一樣 不同在一個被逮 一個沒有被逮 這樣了解嗎? 你是告或是not告 有很多人沒有被逮 就以為他比人家好 因為他要在幫助那個被逮的人 所以保羅在這裡很注意說 你要謙卑 你要很小心自己 因為你一不小心 下一次就輪到你被逮 其實這些人做的壞事 差不到哪裡去 所有的人都有做壞事的潛能 你知道嗎? 所以當你在知道 有一個人做壞事被你逮到的時候 你要記得你可能也就是那個人 你要跟神禱告說幫助我 那我不要因為這樣就驕傲 就了不起 因為呢 撒旦最喜歡找這種 在驕傲的時候最好吃 撒旦他們找可吃的人 不小心你就被他吃掉了 好 那當你這樣要幫助一個人 你注意了這些事情以後 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 所以提到有一些危機 剛才那中間的幾節 第一個 他忘了查驗自己 他為了跟別人比較 就忘了想到自己 因為注意別人 注意別人 詩篇139篇23節 這是有人就把它寫成一首詩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唱 我希望你把這首詩呢 用唱的比用講的容易背 如果你把這個用歌符 背起來以後回去 你要常常跟自己唱這首詩 就是說 發生別人有不對 就馬上會想到自己 發生別人有不對 就一直在想別人 馬上想到自己說 其實我也是一樣 來我們來唱這一曲 我們一起來 神啊 求你 正常我 知道我的心事 失戀我 知道我的面 看著我裡面 看著我裡面 有什麼心沒有 引導我 走永生的道 我們來一遍 來 神啊 求你 檢查我 知道我的心事 是連我知道我的念 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性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這句英文我一直問很多人 有人告訴我是叫造門 叫做vulnerability 這一個字希望你永遠記得 就是說我們跟那個被逮到的人完全一樣 也許你沒有機會犯那個罪 也許你有犯沒有被逮到 我們都一樣 要記得這一點 常常求神幫我們 還有有的人有想到自己 有想到別人想一想 比別人還是好一點 這個叫做五十步效百步 這個第二個英文叫complexency 這第二個說我是不太好 可是跟他比起來還好啦 有這個還好的感覺 那這兩隻龜 這隻叫憋 這隻叫龜 這隻龜在跟這隻憋講話 就像法律賽人這樣講話 說我比起那個稅利還好啦 我每個禮拜怎麼樣怎麼樣 他的好是根據別人的不好來比住他的好 有一句話說 兩個黑人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黑人不會因為另外一個黑人比他黑 他就變成白人 這樣懂嗎 你是不是白人不是因為有人比你黑你就叫白人 黑人就是黑人 我的黑點都沒有那麼黑 這樣了解嗎 我們都是罪人 有時候我們就這樣 跟人家比起來我還好啦 這個台語叫做 孤雀比無味 好 如果龜孝龜無味 那龜孝龜怎麼樣 叫做昂貫 好吧 那你就去互相下來下去好了 好 那第三個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就是過分的分擔 是 我有愛心 他有這個困難我要幫他分擔 就是分擔到超過 他該承擔的部分 我也想幫他擔啊 這個就是界線不明 所以有一個小孩子 這個吐司化他的下巴被纏到 照聖經的說法是他的那個 膝皮的那個長頭髮被纏到 這個小孩子很有名 他姓鴨 名叫沙龍 他老爸就有一點過度的承擔 亞沙龍自己叛逆要殺老爸 後來沒有成功 他反而被老爸的將軍殺死的時候 大衛大哭啊 大衛怎麼哭 到城門樓去哭 一面哭一面說 亞沙龍啊 我恨不得替你死 恨不得替你死 可能嗎 不可能 很多做父母的也想說 哎呀 我幫我的孩子死好了 我幫我的孩子怎麼樣 不可能 這是很奇怪 神造給每一個人 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你的自由 當你自己使用你的自由 你自己必須承擔那個後果 很多父母也會不知道這一點 把小孩子的後果全部承擔 結果那個小孩子就長不大 道德上長不大 這是界線的問題 所以聖經特別在最後用這個樣子做結論說 你們互相擔當 可是不要擔到一個程度 他該擔的部分都幫他當你 所以最後的結論是說 個人要擔自己的擔子 好 什麼東西你要自己擔 這個是bearing 那這叫英文的不同 剛才那個叫sharing 這個叫bearing 一個我叫分擔 一個叫承擔 我們做錯事情的時候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別人可以幫我們 可以幫我們補起來 有沒有 可以幫我們弄症 可是那個後果的部分 比如說要痛 痛一個月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別人沒有辦法幫你當 這個你走路不小心跌倒的 你自己要去痛 那個痛就沒有別人的部分 那一個部分 那個是什麼 這個小姐吃葡萄 不小心吃到一個綠色的葡萄 聖經說 水吃葡萄 水的牙齒酸倒 我不想你現在聽到這裡有沒有覺得嘴巴酸酸 有沒有吃過以為很甜的葡萄 咬下去 啊 真的講得清楚 他說 個人因自己的罪死亡 吃酸葡萄自己的牙齒要酸倒 佛教講的 基督教也講 你不要以為這個只有佛教講 基督教不講 你做一個事情 它有結果的 我們叫consequence 所以叫因果報應 你做了一個動作 後面有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會跟來的 這是神的公義 在萬物萬事都有這樣的東西 這個別人不能幫你當的 也不應該幫你當的 你做那個事情你就要承受 你做那個事情的結果 再來一個 如果你不是做一件事情 你一直做一件事情 那個結果更可怕 那不只是那個結果 你這個人就被改變了 所以我說 你一再一再的做錯事 你的結果 你把你的命運 都賣進去了 所以有人說 決定做一件事情 一直的決定做一件事情 那個叫習慣 習慣一直過來 不改的話 就叫做個性 個性一直這樣子 到最後那個叫命運 所以將來 最後你是到地獄還是到天堂 所以這一生 不斷的決定 不斷的決定 如果 父母一直幫他把結果弄掉 他沒有去 呈現那個結果 可能他就會變成命運 那就更慘 他的人 就變成這樣 比如說說謊 變成一個說謊的人 變成 liar 知道嗎 不是說一個謊 變成習慣性的說謊 變成是不誠實的人 這個就糟糕了 那個東西被你黏到身上去了 這個是第二個 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平靜怎麼 別人沒有辦法幫他承擔 神輕慢不得 你種什麼 你就收什麼 我們叫種瓜得瓜 種痘得痘 這是第二個 你沒有辦法幫他承擔的 第三個是 最後到審判台前的時候 每一個人自己要對神要交代 所以有些人在縣市 做了很多壞事 沒有得到報應 覺得說這樣不公平 你不要擔心 最後有一個公平的在那邊 神的寶座在那邊 一個人自己要承擔 這時候再愛你的孩子 你有沒有辦法幫他承擔 可是在那裡呢 神幫我們立一個可以幫我們承擔的 人不可能 神可能 那個就是耶穌基督 基督教講的就是說 因果報應之上 還有一個叫恩典 到最後的時候 很奇怪的 耶穌基督來審判所有的人的時候 居然有兩本布子 如果你公司那個帳戶有兩本布子 這個有問題吧 對不對 不是一個報政府 一個自己看的 上帝就有兩本 有兩本布子 一個叫案卷 就是個人的行為 一個叫生命策 這是很奇怪 這是基督教跟佛教在這邊分出來的 佛教只有一本 就是因果策 你做什麼事你自己承擔 對不對 對我講過 可是上帝很奇怪 讓耶穌基督在十字架幫我們承擔 他說 你要我可以幫你 你要嗎 要的人 他在生命策上寄了他的名字 就可以接受神的恩典 可是你願意嗎 這是你必須要自己做決定的 今天我們的奇英文這樣講 因他受刑法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鞭傷我們得一致 這是只有耶穌基督可以幫我們做到的 他真的是擔當了我們的憂患 擔當了我們的罪孽 被神責罰 我們低頭禱告 主耶穌在講愛的時候 我們想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弱點 我們都會犯錯 當我們碰到犯錯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學習彼此來分擔 我們怎麼樣也自己學習自己去承擔 主在這兩個當中 我們覺得我們承擔不了的時候 幫助我們知道轉向主耶穌你 因為你為我們在十下擔當的時候有罪 讓我們願意用信心來抓住這樣的恩典 我們這樣禱告 我們耶穌基督的名 Amen